觀眾朋友早安 感謝您持續鎖定非凡 Morning客我是貝婷 新聞開始來看到 美國最新公布3月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 年增率2.1% 月增率0.2% 是雙雙低於市場預期 沖淡了前一天CPI指數過熱帶來的通膨擔憂 四大指數是湧現了逢兵買盤 納斯達克是上漲了1.68% 收在16,442點 再創歷史新高 而道瓊指數下跌2點 收在38,459點 納斯達克指數收在16,442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上漲116點 上漲幅度超過2.4% 收在4906點 S&P500指數上漲了38點 收在5,199點 投資者正在考慮 他們最近的投資資訊息 我們這月有了 我們真的看到 銀行和銀行市場 可能有過敏感 投資者正在考慮 我們看到銀行市場 我們看到銀行市場 銀行市場 沒有要求 銀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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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平淡的苹果在最新传出 正酝酿在旗下Mac电脑 配置搭载AI功能的新一代M4晶片之后 股价是大涨4.33% 市值单日暴增了1120亿美元 目前已总市值2.7兆美元 位居全球第二 而美国通膨的年性问题难解 粉色的市场对于联准会6月降息的希望 不过有分析就认为在美国经济强劲 企业获利加速成长 以及肋股轮动的行情带动之下 美股牛市有称 但是也有分析师点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通膨压力持续 市场难以预测联准会下一步的行动 而投资人也紧盯本周五将登场的新一轮财报季 由大型银行股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花旗集团打投赠 预估获利较去年同期成长 有望替美股来增添动能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3月CPI过于强劲 让联准会降息前景是越来越不明朗 对此握有联准会永久投票权的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 最新出面缓加预估今年内还是可以降息 威廉斯指出虽然近期通膨数据出现了一些颠簸 但是他认为通膨还是会继续的降回2%的目标 虽然短期内并没有降息的需要 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正常化 只要后续的经济走向照三月公布的经济预测的方向发展 今年内就可能降息 不过在另一头又一家银行是调降了降息预测 德意志银行最新预期的联准会今年 可能只会在12月的时候降息一次 明年降息两次 后续直到2026年将会保持暗并不动 而美国联准会公布三月的会议记录 显示费的官员虽然认为今年通膨仍然是有望持续的放缓 但是有部分的官员虽然对于通膨恐怕会居高不下感到不安 但是几乎是一致的认为今年内降息并无不当 官员同时也达到了一个放慢的缩表步调的共识 缩表幅度倾向减半 而受到了美国三月份通膨蓄热超出了预期的影响 美国战事10号抛出了抛售潮 而10年期美债殖利率是冲破了4.5%的心理关卡 11号10年期跟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分别的盘旋在 4.554%跟4.971% 美元指数11号是来到了105.16% 早盘曾经触及105.32%的五个月的高点 再来看到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 拜案会后是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撤立了美日军事同盟大升级 敲定了大约70项的国防合作协议 而拜登也同场宣布会考虑把日本纳入奥克斯的第二支柱 举杯祝福美日秦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行 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 晚宴汇集重量级宾客 苹果执行长库克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等政商名流都出席 就连日本当红音乐团体YOASOBI也受邀 双方一口气签下70项国防合作协议 确立美日军事同盟大升级 不止军事领域科技交流也将更加密切 拜登宣布考虑把日本纳入美英澳AUKUS伙伴关系 第二支柱阵容 全面提升从AI技术到太空计划的合作 同时也重申确保台海南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加强抗中意味浓厚 I should say that the president did not explicitly talk about China or it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length those two topics were certainly the backdrop and the entire undercurrent of this discussion today and so to that end they are looking for ways to as an example produce defense weapons together they are also trying to bolster their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in that region to see if there are new ways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最新也已经抵达美国 参加首场美日飞三方峰会 与此同时中国最高领导成第三号人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也率团访问北韩 不排除全面恢复双边关系 记者庄星年林佳寅综合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最新在美国国会是发表演说 表示世界当下正处在历史的转正 中国正在为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 China's current external stance and military actions present unprecedented and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not only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Japan but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 按田近期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全英文的演说中强调 全球的自由跟民主正在受到威胁 而且气候变迁跟AI的快速发展 也正捞乱着人们的生活 而根据穆迪 惠玉将中国的评级展望有稳定 是调降到负面 主要是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越堆越高的债务 使得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 而因为房市低迷 中国北京就有建商 是推出了房屋买一送一的促销方案 希望能够充充买气 中国房市持续低迷 为了充买气 各大建商使出浑身解数 包括买房就送八天企业游轮之旅 北京甚至端出买一送一促销活动 整体房市买气依旧疲弱 不过有专家点出 中国商办市场买点浮现 需求稍有回温 预估上海北京商办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交易量会些微上升 但有鉴于建商折扣站还在打 房市尚未触底 the property sector it's particularly bad for sure we've seen for the top 100 developers in China every month for the past 10 months we've seen negative sales figur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in th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property sales from those top 100 developers were down about 48% but funnily enough 中国最新公布的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仅年增0.1%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跌幅扩大 显示通缩阴霾挥之不去 国际信贫机构会预计目的之后 也将中国评级展望 有稳定调降之负面 会于市井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上升 预估今年GDP成长难保五 将从去年5.2%放缓到4.5% 记者庄星联林巧青综合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高盛跟摩根斯丹利等三大机构 是同步上调对于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亚洲开发银行将去年12月的时候预测的 2024年中国的经济年增速4.5% 是上调到了4.8% 经济通通讯社引述了高盛指出 在中国制造业增速超过预期的背景之下 将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4.8%提升到5% 跟中国官方的目标5%左右一致 而美国经济的指标超出预期 带动了美元指数走强 主要亚币是全面的走弱 尤其日元对美元是已经跌破了153日元 市场紧盯着中国人民银行 是否会顺势的放手让人民币贬值 担心出现了亚币的进贬潮 惠英主管就强调了日本央行是否实际的进场干预 以及中国人行是否跟着放手将是两大关键 牵动着亚币的未来走向 再来看到是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是高出预期 交习了市场对于联准会6月的降息预期 美元指数极冲 新台币昨天是爆量重扁 外资狂汇出单日是至少净汇出6到7亿美元 中长扁1.919收在32.211元 是近5个月来的新低 而交易量是达到了24.545亿美元 美元指数10号大涨超过1% 占上了105大关 影响所及是亚币全面重挫 日元对美元10号是跌破了153日元关卡 收在153.16是34年来的新低 11号是一度的回升到152.76 但是之后升幅收敛在153附近震荡 而美股三大指数周三是重挫 台股昨天也遭到三大法人同卖而成压 只有在神秘的买盘尾盘坐架台积电 尾盘神龙百尾收红 以820元改写了挂牌的新天价 以及政策的概念 两岸红利股强势的表态助攻 中场仅小跌10点 收在20753点 收住了五日线 而统计了台股今年进阳15.7% 涨幅是超越了费城半导底指数 在全球主要的股市仅次于日股 而值得注意的是 短线操作灵活的自营商 自行买卖的部位 已经连7日买超台积电 累计加码3229张 进一步拉长时间至近14日 更是只有一天出现了调节动作 累计买超达到7029张 期间最低价是768元 强力压保台积电 法说行情的意味浓厚 再来看到的是本周 AI晶片战是热闹的登场 科技大厂Intel跟Google 是分别在本周发表了 新款的AI晶片之后 脸书母公司Meta也宣布 要推出新款的自研AI晶片MTIA 帮助驱动AI服务 而值得注意的是 新一代的MTIA 将会采用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 效能是上一代晶片的三倍 力凭减少对于灰达的依赖 而法人也看好Meta 将带动其AI伺服器代工伙伴 广达为引出货的引擎热转 另外台湾细致财产金星科 也被点名是助攻Meta 打造最新自研AI晶片的关键伙伴 营运也有望跟着喊冲 AI晶片战火延烧 脸书母公司Meta 最新推出新款自研晶片 Meta训练和推论加速器MTIA 帮助驱动AI人工智慧服务 在脸书和IG上 对内容进行排名推荐 也减少对灰达和其他外部公司 半导体晶片的依赖 最近Meta推出了新一代AI训练 与推理加速器晶片 性能是前代的三倍 它在计算能力 内存带宽和内存容量之间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而且还采用了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制造 值得注意的是 Meta新一代MTIA将采用台积电 5纳米制成打造 效能是上一代晶片的三倍 而科技大厂Intel也抢先在本周 率先推出新一代AI晶片高低3 同样由台积电5纳米制成 与CoAOS封装技术制造 与辉达H100一较高下 Google则在同一天公布一款 采用安谋架构的中央处理器 CPU Axion 是否对辉达带来压力 Ai自研晶片成为趋势 商机上看百亿美元 从台积电到IP厂市新KY创意 AI伺服器组装厂广达伪创 散热记忆体等业者都渴望受贿 尽管还未显著贡献 营收效益 想要超车挥打也还有一段距离 全球科技巨头仍蓄势待发 记者曹延迟播成综合报道 护国神山台积电近期的股价 是刷新历史新高 冲破了800元整数大关 在下周即将召开法说会的前夕 外资花旗证券最新报告 按赞台积电看好长期结构系的成长 目标价是一口气调升到950元 而外资里昂也点名了细致财等半导体族群 有望因为美中科技战升温 受贿转单效应带来的利多 台积电下周即将召开法说 外资圈也忙着出具最新报告 发表对护国神山的看法 花旗证券看好台积电长线结构性成长 最新重申了买进的平等 目标价从740元一举调升至950 不过其实已经有不少券商同身看多 目标价占上900元的还有小摩与高盛 大摩在乐观情境下 甚至预估台积电有晋升千元俱乐部的实力 不管是NVIDIA AMD 甚至CSP业者的自己研发的晶片 全部要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做代工 所以说看起来台积电在AEI这一块 是也扮演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 那台积电今年EPS是40块钱 就本益比现在800块 本益比大概20倍 相较于美国电子公司 它的本益比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如果今天拉到25倍 那真的是1000块钱 外资看好理由包括先进制程需求强劲 未来数年3nm与2nm变元AI将持续推动台积电成长 海外扩产决定也缓解了地缘政治风险 预估台积电今年营收可望成长26% 明年成长29% 不过外资近期看好半导体台厂供应链 还有一大原因 包括美中科技角力 台厂有望受贿转单效应 包括细致财IP供应商M31 电源管理IC业者SillyKY等将成为赢家 但是相反因为技术不够关键与中国销价竞争影响 李昂是重申了对联电与世界卖出的投资平等 目前点名的可能有类似所谓M31啊 或说CKY 那之前也有人在讲到说可能在所谓金星科金利科威胜等等 美国中总大选之前 相关的中美的科技摩擦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重 所以这时候当然对于中国的厂商还是要自力求生 所以可能有一些相关的台厂是有机会接到转单的一个效应 至于重量级科技大厂陆续召开法说 国内投雇也分析台积电18号法说可以留意的三大重点 包括营收能否逐继成长 毛利率与美国扩厂状况等 都势必成为外资圈关注的焦点 记者周田立方上成台北测访报导 全王台积电在昨天开低后走势震荡 一度翻红又翻黑 中厂是成功拉尾盘收在820元再创历史新高价 反而估算若有机会镇上千元 将会贡献大盘大约1700点 不过台积电权重超过台股三成 已经有20多个交易日 若是超过45天 大小台子旗将被认定为窄基指数的期货 造成美国投资人无法交易 台积电从今年1月低点574块 一路创历史新高 9日又大涨36元收819元冲上800元大关 股价和市值双创历史新高后 10日小节4元 11日上涨5元收820元 市值突破21兆 占台股权重超过三成 台股有如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 市场开始忧心 恐怕将让大小台子陷入窄基指数 台积电现在占大盘的权重 已经超过30% 已经一段时间了 应该有20几个交易日了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进度继续的话 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占比的话 可能在4月底5月初就符合了 美国对于窄基指数期货的定义 股价指数分为广基型指数 采取样本包含某市场或某行业所有股票 例如台股加权股价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等 和窄基型指数 采取样本以设定挑选准则 于某市场某行业 选取特定数量股票 例如台湾5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台股加权指数本来是广基型指数 但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CEA规定 美国散户或机构投资人 投资海外指数期货 若单一成分股占整体指数权重 连续三个月中超过45个交易日超过三成 就被认定为窄基指数期货 届时将禁止美国投资人交易 现在台子期大台小台 它是属于所谓的广基指数期货 那如果因为台积电的因素 它变成所谓的窄基指数期货 那也就只有影响到所谓的台子期大台小台 那也只针对期货 并不是说外资都不能买台积电 一旦符合窄基指数 被美国撤销境内交易人交易许可 被公告三个月后不能买卖 也就是有三个月过渡期 而且仅针对大小台子期货商品 美系外资照样能买现货市场的台积电股票 此外主管机关齐交所统计 台湾期货市场交易中 美系外资占比仅0.7% 影响并不如想象中大 所以我们有去看我们目前的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我们知道说大概外资的部分 大概九成以上的外资都是来自新加坡 香港跟英国这几个地区 那事实上来自美国的这个交易人 那来我们这边做期货交易的 其实只有占我们整体市场的0.7% 110年4月1日就曾发生过大小台子期 因台积电权重过大 转被视为窄集指数 一直到111年10月24号才恢复 共历时约一年多 对台股指数影响有限 主要还是根据经济基本面和半导体景气 2021年的1月台积电超过45天 占大盘超过30% 但三个月后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 就被美国这边列入为所谓的窄集指数 我们知道2021年 其实那一年还是一个大夺头 当时那段时间的台积电 确实是在就是所谓4月份以后 就不太涨了 涨不太动 法人分析以台积电这波涨幅 到4月11号为26天 原则上要到45天 接下来走势还要再观察 距离真正被列为窄集指数 并实施还有一段时间 45天满了之后 还要等三个月 它才会真正把美系的 这个境内的外资踢掉 三个月后就已经是7月底8月初了 以上次陷入窄集指数观察 台股现货走势未受明显影响 台积电则刚好陷入盘整走势 这次是否再度复制 可从期货角度先观察 我们观察到上一次2021年的时候 4月份开始外资的期货的未平仓空单水位 大概长时间都维持在2万口以上 那我们现在的当前的外资的期货未平仓部位 大概在近期都是在正负1万口附近去做翻来翻去 如果后续大家有观察到外资的期货未平仓的水位 长时间维持在一个2万多口以上水位的时候 那么就要去做一些留意 期货所也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此外为强化台股市场流动性 也请自营商协助针对上百档优质股票进行造势 提升成交量 台积电它的发展固然有它世界的竞争力的一个存在 但是其实台股让我们知道它不只是有台积电 那我们造势的制度是特别就是针对这个优质跟低流动性的股票 他们其实EPS是不错的 公司治理也不错 只是说它的流动性可能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们既有造势者 也就是证券的自营商来帮忙报价 协助这个交易量能够提升 不过台积电受惠于全球AI晶片需求 仍将扮演台股领头羊 法人看好股价坐八旺九 倘若有机会占上千元大关 更将贡献大盘指数约1700点 紧密牵动台股的后续走势 接着黄金如 吴国豪 台北台方报道